菲律宾国防官员表示 预计约有8000名菲律宾和美国士兵 参与这场为期两周的演习 此次演习着重训练两军的指挥控制 通讯 后勤和机动程序 以应对人道主义及海事安全 本次军演菲律宾方面指挥 亚历山大洛佩兹表示 演习不针对第三方国家 对我们来说 中国其实不在我们这次军演的构想里 我们更多的是想掌握和构建 应对很多种类不同的战争的能力 美国国防部长阿什卡特 将于下周抵达玛尼拉北部 观看演习训练 并且访问一艘美军战舰 卡特是第一位观摩这一军演的 五角大楼高官 美国海军陆战队太平洋地区指挥官 约翰·图兰表示 为可能发生的潜在状况 以及盟友将如何应对安全担忧 提前做规划是谨慎之举 我们无法全天候地 掌握海上的准确情况 所以我们投资构进了一些装备和雷达等等 但是我们必须要拥有确保 我们有良好的覆盖面的能力 为了确保海洋安全 需要菲律宾海军积极地巡逻 以及地面部队的配合 图兰还承认 本次军演计划的一部分 包括应对南中国海地区的安全危机 美国已经在南中国海地区 开展名为航行自由的巡航活动 这一巡航活动引起了中国的强烈指责 尽管如此 美国官员已经明确表示 美国将继续挑战 他们所认为的中国那些没有根据的海上声索 菲律宾就南中国海争议 寻求国际仲裁 结果预计将于本月底或五月初公布 中国拒绝参与仲裁案件的审理 VOA卫视报道